讓玩家又愛又恨殺得停不下來的知名線上遊戲 《戰甲神兵》的製作團隊 目前開發中的最新開放世界冒險遊戲 《靈甲神兵 – SoulFram》公開了實機遊玩影片 跟《戰甲神兵》完全不同的美術和遊玩風格 製作團隊表示受到極不利動畫電影 《魔法公主》跟奇幻電影《大魔獄》啟發 本作以濃厚的自然 恢復和探索為關鍵主題 探討人類與大自然的碰撞所發生的故事 在遊戲世界裡不僅土地 連動物和人們的靈魂都受到黑色物質所污染 我們將隨著旅程逐漸進化這個世界 並面對帶來污染的敵人 遊戲的戰鬥為步調較緩慢 沉重的奇幻風格近戰玩法 主角能夠招架敵人的攻擊後進行反擊 手中的劍也能投擲出去 攻擊遠距離的敵人 丟劍是一個很方便的技能 可以用在很多情況 像是可以觸發場景中的陷阱 以環境擊殺的方式解決敵人 不僅讓人聯想到戰神中的立威坦之斧呢 主角的右手是一條大有玄機的魔法手臂 隨著遊戲過程會和動物們達成協議 透過讓他們技術在其中 讓主角獲得全新的武器和力量 影片中還展示了石化、護盾等能力 石化後的敵人可以用近戰擊碎 而護盾可以抵消傷害 透過右下方的界面 我們可以確認剩餘的使用量表 遊戲中各個地點會出現不同的靈魂 與他們互動可以獲得期間限定的能力 在離開該地之前可以盡情使用獲得的力量 當冒險想趕路的時候 可以乘坐巨狼快速移動 我們許多能力都和動物脫離不了關係 完全就是一名德魯伊亞 影片中我們還看到主角的據點 在冒險圖中有機會找到先祖們的靈魂 將他們引導至據點 人多起來後漸漸就會形成村莊 這邊可以看到遊戲極具特色的使用者界面 展示了更換裝備以及切換魔法手臂協議的過程 我們可以透過勇氣、精神跟恩典 這三種美德的分配來決定不同的遊玩風格 例如跟NPC對話時能夠選擇的選項 會根據美德的傾向有所不同 看來想要跟所有NPC都打好關係會有難度 這方面就交給玩家自己來取捨囉 線上遊玩的要素 僅展示了部分流程的雙人合作戰鬥 目前領甲神兵SoulFrame 尚未公開發售日更平台 就期待後續更多消息釋出啦 倫敦